Nun.h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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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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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道 路多遠別害怕 爱柔软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结强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on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跟他回答 愿你人还有他 但事情差遍我 懂这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你软弱爱卷冬夏 我听说 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 这事您都知道了 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 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声 特意追我追到机场 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 二战时期的得志怀表 我已经检查过了 准得很 跟您一样老当益壮 好东西 运征还是你懂爷爷 库亚特将军特意让总统给我颁发了这个 独立勋章 就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 爸 公司还有点及时 什么及时非你不可呀 未来你去 你安排手底的人不就行了吗 运程 今天是爷爷生日在地的事都可以缓缓 要不等吃完爷爷的生日蛋糕你再走好吗 没事 年轻人忙的话就让他们先走吧 有云征在这就行了 走吧 咱们不要帮我 现在我会购买准剧 就行了 现在我们回到火上 马上 里面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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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夏姜 你怎么回来了 你这么晚去哪儿了 我等你一个晚上 去哪儿了 问你呢 我问你呢 刚回国去考察 人民群众夜生活的治疗 不可以吗 是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又不在 我一个人我在那个地方待着 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回来了 我不在不还有方明凡吗 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是谁 成功拿下 成功拿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次战性了还挺长吗 什么呀 他 他 他老让我对他负责 你知道吗 你说他一个大男人 我对他负什么责 但是我就顺势而为 我就给他拿下 可以可以 他也回来了 对 好 今晚不走了 抱着你睡 本来也没打算走 太早了 这个我从拉卡亚到锦海 拉卡什么 什么卡亚 拉什么亚 兰姐 早啊 你起得好早啊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我们刚刚在说 就是 巴黎六大旁边有一个 沙士比亚的书店 然后我们俩呢 就经常去喝喝咖啡呀 对对对 看看书呀 我是吗 你告诉我阿姨 那你们看书的时候 有没有那个 再过来拿孩子追他呀 他不好意思告诉我 你们让我知道 你不认真谈恋爱 我挖了你的皮 有 真的有啊 还挺多 是吗 你快快快 咱俩好好说说 来来来 林安 不好意思告诉我 对 你跟阿姨说说 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法国人 他叫艾略特 他是法国名义 阿姨 你不知道 他那个眼睛 又深邃又迷人 你看了以后 你活儿都要被勾走了 这么帅呢 法国人好啊 法国人浪漫 有情调 对不对 阿姨 我跟你说 他有点太浪漫了 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吧 好 他拉了个女的就亲 还差点亲了我呢 我吓得 我赶紧拉着维安就跑呀 那不行 作风有问题 咱不能要 再帅都不行啊 对 你帮阿姨想想 有没有人送他一个石头 石头 就这 你等着啊 我给你看啊 我带边去去去 就这边 看看 这个 有没有 我想想啊 我们去爬山 爬山的时候 山上有一个很大的许愿池 这个是在许愿池里面捡的 捡的 捡的呀 对 我想起来了阿姨 这个是招桃花的 这是招桃花的呀 怎么维安说 他是招财的呀 维安他不好意思跟您说呀 他肯定怕他招不到桃花 到时候你要骂他 好事吧 招桃花好 我跟你说 我差点不注意把他扔了 这可得好好供着 放这儿 第一名的奖杯这儿 求求你好好帮我女儿招个桃花 那你再帮阿姨想想 有没有叫什么云 什么争 妈 什么 你问人家这儿干吗呀 饭做好了没 我饿死了 不是 你厨房有的是吃的 你自己去找去 我不问怎么知道呢 我们这儿叫关心你 你但凡自己努力一点 用得着我们俩在这儿操心吗 说是不是 就是 你看 你给阿姨想想 有没有什么云 什么 阿姨 你说的那个是杜云成 好像是有点像这个名字 对 肯定是他 他是维安大学里的师兄 而且他 当年在学校里 还当众对他表白呢 我又还当众表白呢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对的 伟安 你不是说他现在成了什么 结婚的首席吗 什么情况 都首席了 难怪呢 人家是首席 就是眼光独到 茫茫人海中 就选中了我们家灵安 身下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你干嘛半夜做梦 喊人家名字呀 什么喊人家名字啊 怎么可能 我回来才见了师兄一面 是我乱说 我亲耳听见的 清清楚楚的 云成啊 妈 给我找我 迟到了 迟到了 饭我已经做好了啊 你们自己吃啊 快去 快去 回来你再跟我说 妈 你再跟我说 我吓死我了 妈 错了 走了 她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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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她要去哪儿 小老板 想什么呢 忙你的事去 你不是说我也知道 跟我走 去哪儿啊 精神心理科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援助医疗队回来之后 都要做一个 心理健康水平测试 听说他们从哈佛医学 用挖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MD 正好 顺便给你看看 你的其他心理问题 走 顾医生 放下 我以为你今年 不会回来了 听贺医生的口气 好像不太希望我回来 怎么会呢 我挺想你的 你不在我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吧 日子过得没有滋味 看来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在国内待了 都不知道贺医生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 你什么时候有资格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了 你会不会赢 经费息比了 你不知道 青年人才基金评选马上开始了 不管你在拉卡亚 救了什么总统 还是什么酋长 拿什么勋章 没什么用啊 这次评选靠的是科研实力 你看你在拉卡亚废了那么久 我在这边一直在进步 所以这回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来 再会 真气凉啊 小老板 你别理他 这人电视剧看多了 我理他干什么 他这个人整天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难怪我园外这么久 也没见他发表过一篇SCI 就是 别理他 跟我走 走吧 我说了不想去 去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 这样 顾医生 你们来做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吗 对 那那边先休息一下 小老板离开这两年人气不减呢 你们二位都是去执行圆珠拉凯亚任务的同事啊 对啊 回来多久 刚回来两周 那你们二位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已经通知李教授了 这真是你要像换炮了 这个椅子比咱们休息室的床都还舒服 那小老板 你说这个从哈佛回来的女博士 收入比我们高多少啊 这看起来就很豪华 放在国际一步 肯定是自费 要我说心理疾病就是富贵病 小老板 你待会儿可得好好排查清楚 方明凡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 你好 二位 我是李婉彤 你好 你好 你就是那个从哈佛医学院 回来的女博士 是的 我刚加入华人医院不久 请多关照 顾云峥医生 我在柳月刀上 拜读过你关于 胶质瘤把相治疗的论文 久仰 对 心理学博士 还读胶质流的论文 心理学科也是医学的重要分支 作为医生 很有必要全方位了解 各学科的前沿研究 好吧 那我们过去吧 二位 走吧 小老板 顾云峥最近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吗 我指的是情感方面 没有 那除了焦虑指数有点高 以及对人际关系 有短期敏感表现以外 其他几项的分支都非常好 所以 测试通过了吗 你的心理非常健康 抗压能力也很强 短期的情绪波动 我想你可以自己调整 那谢谢李医生 我先回科室了 等等 还有什么问题吗 精神心理科呢 除了对外运营 对本院的医生 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我想或许有一天 你会需要这项服务 所以 所以我想提前跟你说一声抱歉 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我可能没有办法 亲自为你咨询了 为什么 因为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之间 是不能产生任何情感关系的 而我确定 我们即将进入情感关系 李医生 我们从见面到现在 都不超过三十分钟 我非常确定 我们不会进入情感关系 可是 我认识你不止三十分钟啊 在见到你之前 我在医院系统里筛选了 所有单身男医生的个人资料 无论适从身高体重 血糖 血脂 血压 对了 还有这份SCR 290心理健康自测表 以及学历履历个人经历 你所有数职都位列前三 而且刚刚看到你的时候 我的脉搏 加快跳动了二十七下 所以我非常确信 你就是和我完美匹配的 高质量男性 李医生 我觉得真正应该看 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你怎么这么久猜出来啊 什么情况啊 他告诉你结果了吗 有病 有病啊 不是 真的有病啊 什么病啊 预抑郁症 苏范把你搞得预抑郁症了 真假的 不会是被苏范一时轮中期 留下了PTSD吧 你别吓我 好话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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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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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好了 谢谢 谢谢 匾匾 真的是你啊 如假包换 好久不见 你还是什么匾 你怎么把他弄回来的 我可找了好几家托运公司 我还拜托了赛克医生 办理了很多简易文件 又是汽车转飞机 飞机转汽车 浪费了好多时间 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才把他弄回来 这么麻烦啊 嗯 那你干嘛还要把他弄回来 我答应过你的 浅浅 我答应你的事 我都会努力做到的 很忧心嘛 方明凡 那美丽的江小姐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闪光一起吃个饭 我居然有约了 有约了 嗯 谁啊 我爸妈 她们让我去和一家美国回来的邻居吃饭 好吧 那今天晚上我又得一个人去加班了 乖了 我下次再陪你 一言为定 嗯 你好 小老板 你今天晚上不是约了姜牧影吃饭吗 别提了 他有约了 看来我的周末 注定是属于值班时的 有约了 嗯 男的女的 你以为是 你以为是 美丽的苏繁益啊 小老板 你就别想着苏繁益了 他都铁了心了要跟你断联系 微信电话都拉黑了 这不明摆着已经拒绝你了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呢 这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啊 而且现在信息社会 微信说不清楚了 那就再加一个电话呗 小老板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的消失 不是省略好 而是句好 不管什么时代 他就算跟我画上句好 也应该当面跟我说 不在被甩时爆发 就在被甩时变态呀 解决失恋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情别恋 我觉得那个李医生就挺不错的 长得挺漂亮的 而且跟你一样优秀的令人发指 我觉得她是最好看的女医生 这么优秀 那不如你放弃江木影 移情别恋李医生算了 互相伤害就大可不必了 我是说她是 除了江江以外是最美的女生 可别诬陷我 你看这一转眼 咱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是啊 挺久的 是 这日子 小颖 快进来快进来 这就是小颖啊 是啊 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呀 一转眼啊 长成大姑娘了 你说当时那个小不点啊 你看现在挺挺欲力的 哎呀好 哎呀好 是啊 你们去美国的时候啊 我们小颖还没上小学呢 是啊 小颖啊 你还记得严叔叔和方阿姨吗 你小的时候啊 方阿姨还抱过你呢 真快啊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能记住什么呀 早知道来这种尬聊的 中老年人聚会 还不如和我们家方医生 去吃饭呢 看看小凯怎么还没来呀 可不是嘛 你说这孩子 他也没点时间管你 哎呀不着急 我们等他 小凯刚回国还适应吧 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 他这次回国呀 就是拿了一个 知名游戏公司的提供 是 职务呢 是市场部总监 平时非常忙 我看咱先别等了 咱就边吃边等 小颖肯定热了 对 小颖啊 来 多吃块肉啊 太瘦了 谢谢阿姨 来 多吃点 我记得啊 小凯小时候成绩就很好 长大了又出息 游戏公司 薪资很高吧 他们公司给的是年薪 一半 一半 大老远从美国回来 就是为了显摆别人家的孩子吗 这段饭我真不该来 你们家小凯 就比我们家小颖大三岁吧 对 就大三岁 他们两个呀 肯定很有沟通语言的 嗯 是啊 嗯 这什么情况 不会是要给我相亲吧 以我姜木颖的恋爱能力 还用得着相亲 我长这么大 你一事无成 还不是因为光顾着谈恋爱 小看谁呢 小颖啊 你上的是什么大学呀 读的是什么转业呀 哦 哦 我们小颖是学医的 嗯 那挺好的 方阿姨 我大学就在井海读的 学的是兽医专业 挺好 挺好 那你现在在哪儿高级我 老浩 他之前的工作啊 太累了 最近想休息一段时间 我这个专业呢 不太好找工作 太难的工作 我干不了 太累的我又不想干 现在就在家里蹲 我 我觉得呀 这个女孩子孤家也挺好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女人负责貌美如花 对对对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家小颖啊 就是被我和她爸爸呀 保护得太好了 一点苦都不能吃的 就想找一个呀 疼她爱她的人 我看呀 小凯就蛮合适的 我还觉得也是 是吗 怎么就合适了 你见过人家吗 这不正要见吗 对对对 叔叔阿姨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不是 赵业 你 我 你好 我叫颜凯 你可以叫我凯文 你好 这个是我刚才在楼下 看到花很漂亮 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花 可以买来送给你的 谢谢 小凯哥哥 我喜欢花你都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你去我家串门 看到我爸养的乐器 很喜欢 结果你就站下来带头上了 我爸回来看到空枕 还以为是我干的 把我给打了一顿 有不正事 有不正事 还有 不用了 有这事吗 我好想不太记得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 你买了一根冰棍 让我咬一口 我一口咬掉了大半根 结果你哭着跑回去告状 这事我记得 当时啊 小颖哭的那个伤心啊 我还以为在外 被人家欺负了 没想到人家 就因为一个冰棍 我好像有点影响 哎呀 要我说呀 你们年轻人啊 就互相加个微信 以后呀 对对对 也好多联系 是吧 对 加个微信 对对 小凯 小颖 不知道 你方不方便 加个微信呢 这周末 有个安迪沃霍尔的展 我正好有票 可以带你一起去 方便呀 怎么不方便呀 我们家小颖啊 就喜欢看时装展的 是 小颖 加小凯哥哥微信呀 好 王老师 这趟真是麻烦你 顾老师 你太客气了 查学集找一个学生的家庭住址啊 也不是多大个事 我不会跟别人声张的 不过呀 很多学生现在住的地方 跟当年他们填的这个 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也不能够保证 你能够找着人 没关系 只要有就行 人生中第一次假公勞司 竟然是为了要找到你 苏维安 你满意了 找到了 苏维安 怎么是他呀 怎么 王老师 苏维安 你对他有印象吗 当然有印象 当时来我这儿办退学手续的时候 就很不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 苏同学 你的成绩很优秀 为什么想要退学呢 如果你是有经济上的困难 学校的助学金 奖学金的项目有很多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申请吗 王老师 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呢 你的学科考 论文实践 各项成绩都是难得一遇的拔尖的 等毕业进了华人 以后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可是我等不了吗 如果我以后拿不了手术刀 我再读下去有没有意义啊 太可惜了 拿不了手术刀 我再读下去 小老板 你有没有想过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一个人的消失不是什么愿好 而是巨好 一位领导航前往嘉远小区 前方一百米左转 驶入景西南方 起饭喽 吃饭 喂 师兄 真的吗 太好了 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对 我家还住着 当然没问题了 那这样 你来接上我 我请你吃大餐 好嘞 一会儿见 妈 姑姑可以参加临床试验了 真的 太好了 我赶紧给阿远打个电话啊 好 太好了 阿远哪 我出去一趟 你干嘛呀 人家帮我大忙的醒来吃大餐 是你说的那个师兄杜云 你不认识 走了 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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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师兄 真的帮我大忙了 我今天去张河医院 正好听杨主任说起 就想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 这里你们要回去看一看 回头杨主任会打电话给你 亲自解释和签署这份文件 师兄 这一次真的帮我大忙了 那你还不用谢我 也是你运气好 正好有一个人她资源退出 所以思源女士就顺利补她 那你就是我的幸运心 或者你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的信哥 信哥飞累了 要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啊 说吧 今天我豁出去了 黑珍珠米其林随便你挑 去哪儿吃啊 回家吃 我饭都做好了 妈 这是杜云成 是吧 这是我妈 阿姨您好 我就是杜云成 是维安的大学学长 学长好 学长最靠谱了 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 就更靠谱了 是吧 好 不是 不是 我是说维安老跟我说 有个靠谱的学长 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 苏菲啊 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 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决筹 来来来 回家 回家吃饭 别不好意思了 走吧走吧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难道一切是我的幻觉 一直使我在自作多情 我说了就得这儿 输给你 我心甘情愿 如果这都不算 那我到底还 算不算认识她 不当逃兵 是死是活都给我们明白 就算结束 也要画上完整的句号 怎么了 小板 一名四十五岁男性 卢内站位患者 紧急送医 CT提示 龙内站位和出血 小脑目切即是 患者已无意识 心率每分钟四十八次 血氧百分之七十五 脑膳患者 你先立刻给患者上 甘露唇解压 维持好患者的生命体征 做好数前准备 半小时后 立刻手术 阿姨的手艺真棒 好 我这嘴啊 以后都要变雕了 怎么了 维安 没什么 刚刚说什么 我说阿姨做饭实在太好吃了 以后想吃随时给我打招呼 我让我妈给你做 好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谢谢你啊 师兄 我到底在想什么 顾云真不可能来这里的 好 大体集半球高级别胶着 流体中央吹血性化死 新生血管破裂 大出血导致冷膳 肿瘤已经暴露成了 现在沿着肿瘤边界 逐步分离流体 期间要注意 观察肿瘤与周边血管神经 是否有包裹或沾领 肿瘤致热 可以选择用超声刀击碎后 再用吸引器吸干净 理论知识你都已经掌握得很牢固了 接下来的流体玻璃 你来做 可是流体下方的情况不明 我怕万一 顾医生 肘部玻璃整理 流体下方的情况 就会出现包裹出来 只要这一步做此事 后面就不会出现问题 小老板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骂我一顿吧 你骂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你想让我来骂你 好实现心里的平衡 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好受 对不起 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及时地赶回来 对于急诊患者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你该说对不起的对象不是我 我当时 方明凡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你还要逃避多久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已经都过去两年了 你下一次主刀准备什么时候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 王主任叫我去检验课拿个报告 你站住 回来 小老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每一台手术 你都准备了详尽的手术方案 两年不间断的练习 你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如果还是因为上一次主刀造成的PTSD 那我建议你 现在就去精神心理科进行系统脱命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了 如果在你的心中 你对失败的畏惧 大过了你对患者的救治 那我希望你可以重新地考虑考虑 好好地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好 蓝黑又不是删除 怎么连朋友圈都看不出来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还不睡 来 说实话 你那个师兄真不错 小伙子人长得又帅 还是个热心肠 最关键的是 对你的事啊 他都特伤心 妈 我跟师兄就是单纯的师兄妹 我们俩可是一起熬过夜干鬼论文的关系 仅此而已 我知道人家有女朋友了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想年轻的谈恋爱是吧 说不定那个万一就 所以你还有机会啊 人家根本都不是我的理想心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性 我才不说 一 二 三 行行行行行 快说呀 我的理想心 应该是个医生 她义无反顾地 就死不上 有的时候有点凶 苏维安 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 你擅自施救 我一定会配合警察将你绳治医法 不过那也是因为 她对医学的精益囚禁 私底下又像个小朋友一样 经常准备一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那 物归原主 以后可别再弄丢了 明明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但是吃起醋来 却又变得像另一个人 使医生给你做的手术 你怎么感激使医生呢 我答应帮她翻译两篇文献 这锦琪是不是只有我有 有的时候很想对她生气 但是一看到她那张帅脸 却又气不起来了 却又气不起来了 我想 想跟她看星星 看月亮 猎狐座 天龙座 猎狐座 双子座 那 御夫座 看遍这个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东西 醒醒啊 醒醒 你们这种小姑娘 活该一辈子单身 就你说的这种完美的男人 那只有电视剧里才有 生活里根本碰不着 就算你碰到了 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 你啊 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嗯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以后不要再叨叨我跟师兄了 我俩真的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啊 你说说你那个师兄哪点不好 他哪里都好 是我不好我不配 好不好 这倒是 行了 赶紧出去 你啊 查知道 哎呀 阿姨 你又哄我 哎 你看看我正事都没跟你说呢 嗯 哎 你说你姑姑 誓要名额的事已经解决了 哎呀 但是这漫长的路 你姑姑有这么要强的人 你说她能不能挺过来啊 确实是一场持久战 哎 这样好不好 我去找一找 国内比较好的心理医生 给姑姑定期做一些心理疏导 啊 还要找心理医生啊 这么严重呢 妈 心理治疗是现在很正常的疏导手段 你可千万不要有偏见 啊 好好 而且无导症 保持健康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哦 对对对 行 那你好好给她找一个 你赶紧睡吧 你别太晚啊 嗯 哈佛医学院精神医学专业MD 精神卫生协会杰出青年 这么漂亮 这么年轻 果然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一生下来 就被骗了 华人医院国际部 不在同一栋楼 不在同一栋楼 应该遇不到顾云镇吧 黑夜波动时辰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 去专门 去专门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解枕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背着温暖孤独灵魂 当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若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喧嚣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坚持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并怀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背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若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